不用出國就能體驗道地京都風情 隱藏在陽明山秘境中 有座1921年就保留至今的日式建築 現在成為北投文物館 讓民眾映遊日式風情 北投文物館前身是嘉山旅館 日治時期是北投最高級的溫泉旅館 保留的傳統藍板透雕和大浴池 古色古香的環境吸引不少古裝片在此拍攝 不只好拍美照 這裡還能體驗熟作和果子 這個皮是白豆沙 是用白鳳豆做的 跟泰國的一樣 不一樣 有點像 你們是白豆子 對 我們是豆沙 然後會有一點點的椰奶的香味 和果子外皮因為沒有油 接觸到空氣容易均裂 必須不斷搓揉 讓面體變得軟潤 就能開始塑形 算錢的時候不是都要捏一下 有沒有 捏一下 然後就開始剝 把那個黃色跟紅色中間的膠接觸 弄模糊掉 製作和果子除了講究技巧 也需要耐心和體力 白豆沙做成的皮會因為手的溫度變乾燥 揉捏過程中還得跪坐並保持微笑 才能讓和果子從裡到外呈現美的極致 這個叫外狼 外狼 外面的野狼 可是狼君的狼 它是一種果子的名稱 以前的人咳嗽什麼的都會用這個 就是配藥的時候 會化痰 咳嗽吃這個會化痰 就是他們吃藥會 會想要配點甜 外狼是麻糬的一種 不同顏色的兔子 內餡有花生 地瓜和綠豆 就連吃法也很優雅 得分成三到四口切開 最後配上現沖的抹茶 才是傳統日式吃法 難得能在百年古蹟中 品嘗日本貴族的甜點 不能出國 一樣能感受這幸福滋味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 民生幫方式近在一小時 鎖定八大民善新聞 記得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